我在1981年加入了TVB的歡樂今宵 做編劇 我很記得第一天上班 在巴士站等了很久 等到10點上班 等了很久 早上已經到了 做了15分鐘 還差5分鐘就走上去 總之踏到正了 上班不要告訴別人 有什麼遲到組隊 很搞笑 原來沒有人上班 到11點才陸續有人出現 但是第一天給我的感覺 很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歡樂今宵下來下面就是一廠 就是歡樂今宵 經常用的廠房 我下午的時候 看到我生命中第一次 看到第一位我認識的歌手 在我面前都唱歌 我記得很清楚 那位就是 陳伯強 Danny仔 你知道那時候他很紅 1981年 紅得很厲害 那麼 我第一天上班 你想想 我有權 站在廠房 是不是 那我要學一下 怎樣做一個編劇 或者 Live 的時候 我怎樣去 站在哪個位置 諸如此 那我就可以在現場聽他唱歌 就是 他就直接唱給我聽 那當然啦 他都是閉嘴的 他不是直接唱Live 那我很記得 他很斯文的 很斯文很斯文的 那跟著就要求有些東西 就是說我想加上什麼什麼 那些東西 因為想人家記憶 就是 某一段 在影片裏面 就是 見過他 就是在影片裏面 轉過什麼 他都提起這些東西 我當時就被他迷住了 因為呢 他是我見過那麼多的演藝人 最斯文最斯文的一個 就是很多年之後我做浴郎漫畫的時候 一百期的紀念就請了他做嘉賓 他都有去到 就是我們的宴會 然後有做 出來表演一下 聊天 很斯文的 斯文到 我只可以說 如果我是女生 我就在他面前 我就融化了 所以陳伯強 Danny仔在我們的眼光中 他就是一個 就是 基本上好像一個女性 那樣 完美無瑕的一個白馬王子 就是你任何女人你真的喜歡美麗的話 你就在他面前 就融化了 真是 太厲害了 今天要說 Danny仔 陳伯強 他是台山人 1958年就出生了 跟我一樣 就是跟我們同鄉 看看我們出的英俊 他在一個中產家庭那裡 就是 出生的 爸爸就是 陳鵬飛 其實很久大家香港都知道了 他是中環金寶 標行的創辦人 母親姚玉妹是義房 他是義房 其中 是獨一無二的兒子 他有同父義母的三個哥哥 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 陳伯強小學開始已經是讀名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的附屬小學 中學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的中學 所以 林敏聰就是他的 同班同學 一個就是陳 林敏聰 很頑皮的 一個就是很乖的 陳伯強 兩個是圓圓串串 不同的 那麼 他爸爸陳鵬飛就是 粵曲迷 陳伯強自小就受到音樂 就是有這個 天分 那麼 也可能是因為他喜歡聽粵曲 所以大家很清楚 如果大家喜歡聽歌 你知道 陳伯強自己作的歌 是很粵曲小調 是非常粵曲小調 所以大家 很奇怪 覺得一個 純白的一個 英俊 很歐 歐西的感覺 一個好像在外國長大的一個男生 純白 結白到不得了那種感覺 很在外國長大的 但是 他就唱 小調的 很個人的 所以真的是一個 很難忘的效果 他就是在 通理琴行也有學琴 你自己是一個男生 有這麼多白馬王子的形象 可以彈琴 再加上白色的鋼琴 你不死得 所有女人都死了 死得 就是 林珊珊當時的說話 真的是死了 完全在他面前 融化了 沒有得搞 這樣 他不懂得看音樂譜 的音符 但是就精於這個鋼琴 電子琴 那個年代彈電子琴 現在就說 那個年代彈電子琴 真是很煙 嚇到人 真是 中學 那時候已經參加了大小的音樂活動 因為 所以他未成名之前 已經很被吸引了 我先讀一些資料給大家聽 74年他就參加這個Yamaha 電子音樂大賽 得到這個初級組的亞軍 75年就參加 割展奇賽 星保之夜的前身 五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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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那個年代基本上所有 香港喜歡唱歌的人都是 參加那個節目 五盞燈就是 超級高手 主持人 譚炳文 炳哥 我們這些好朋友 找他客串 電影 那時候 就是那些片 我也不知道你是可以的 那時候應該是彩色的 讀完中四之後 爸爸就 送了他 加州的 三藩市 音樂學院那裏繼續學習 他 不適應學校生活的很合理 這個人是非常之 你可以用孤僻來形容他 他是很自我 單獨的那種形式生活 很難跟他相比 他真是很 他真是很 很個人的生活 他真是很有趣 我覺得他真是很有趣 他又不會 我 從來都沒有聽過 人說 或者感覺到 陳百強是那些發脾氣 我們普通人的性格 完全擺不到他身上 奇不奇怪 他就好像一個很純粹的人 真是 真是奇怪 那麼 77年他又再一次參加這個 二萬下歌電子琴大賽 那麼這次拿到這個高級 組的 貴君 那麼之後就 吳慧平啦 TVB當時 那麼 因為他就 有一首 Rocky Roll 自己作的歌 參加了這個 流行 歌曲創作邀請大賽 多多貴君 那麼於是 被吳慧平捉了他 然後就簽了無線 做歌手的合約 正式進入這個娛樂圈 那麼 78年這一次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看過的 但是有人就跟我說 應該是78年7月6號 他就是彈奏的 第三類接觸的主力音樂 獲得 山葉Yamaha的電子琴大賽的 高級組冠軍 我記得當時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就是 他也是做 影視的人 他說他有看的 他說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屆 那麼他說 當時的陳百強呢就是 穿 白色的西裝 那麼他就在一個 白色的琴那裏 我記得就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他說 哇 那時候一彈 那些女生全部死了啦 真的馬上死了 就是一個超級白馬王子出現 你知道 他的樣子是單純到的不得了 英俊單純 你就不知道怎麼形容 總之很普遍 一個很像 神仙的那些 感覺 一個英俊就出現了 1979年 他人生就有個大轉變 因為他的百樂 就是 譚國基 就發掘了他 就簽了他 就是他是 經理人 做了他的經理人 那麼跟著呢就剛剛呢 這個的 EMI的唱片公司呢就邀請 這個的羅盟 要加盟 那麼 那麼當時譚國基 是羅盟的 羅盟的經理人嘛 於是乎呢 他就說你要簽 羅盟的話 你要簽了我這個 年輕人 要逮捕他 就是那時候的 陳百強 那麼所以陳百強是因為 羅盟的關係 就是一齊可以進入了這個 就是 EMI的唱片公司 那麼開啟了正式 陳百強的 就是歌手的生涯 那麼 當時來講呢就 沒有這個什麼叫青春偶像 這些 這樣的角色 從來沒有這樣的 Terms 陳百強就開啟了這個 那 那麼 譚國基就很用心去打造 這個的未來的一個偶像 那麼 他自己好像說聽說還會拿一些資金出來的 去跟他做第一隻碟 那麼因為那一隻碟應該一半是英文歌一半是中文歌 那麼 而 Danny仔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 大家 大家 那麼長時間都叫他做Danny仔 他就是一個很 好像一個 小弟弟那樣 很普遍的一個人 那就是做他的 個人的 大碟 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英文 他就作了他第一隻的 中文歌曲 就是 浪曲 眼淚為你流 這隻真厲害 這隻碟出真是 十度斷市 你有沒有想過 有十度斷市這件事 真的斷十次市 賣完又賣完又斷 賣完又斷新人嘛 沒有理由賣到的 不信 買禮的大家都不敢入那麼多 因為新人 砰又賣了 因為眼淚為你流 立即一炮而紅 那時候 真是很厲害 大家真是瘋了 獲得了第二屆中文 金曲 其中一首歌 十大歌曲 那麼 就是 原本 就 這個Danny仔 作這天的眼淚為你流 他是自己作曲 自己填為詞 就是 孤眼 然後 經理人就覺得 不是很棒 孤眼 於是找鄭國公老師 再重新填這個 就是《眼淚為你流》 這樣的 這樣的歌 因為 當時 那幾人覺得 大哥 孤眼 不是很商業化 所以 找找鄭國公填 一填 鄭國公 當時 收到 歌曲 那時候 他也是有這個原本他的詞 但是 他自己把他改了 變成後面 大家眼淚為你流 但是 其中有一段 是 很突破的 當時 沒有人這樣用過 就是說 突然間加了一個電話聲 然後 吸收了一個線 那個效果 大家也記得 眼淚為你流 那麼 那種 被拒絕 失戀的痛苦 第一次 是香港的流行曲 那個樂壇出現 厲害吧 所以你想一下 有陳阿強的形象 再加上那個男生竟然 很單純的男生 被女生拒絕了 那種失戀 以前沒有這些歌 我這樣專門說 是失戀的 頂 陳阿強完全演繹了這件事 整個歌詞 聲音 終於說這個美少男被拒絕的感覺 打入了全香港所有的 年輕人 那個的深陷 所以這首歌 就是 勁到 勁到爆 那麼 第一顆大碟就在商台中文歌曲 擂台鎮 銷量磅到 竟然進入了 以前是可以這樣 十四個星期的長時間 十次 賣斷市 上了十四個星期 所以是星期磅 但是他就上不到第一 他就是 僅次於鄧麗君 第二 他是曾經最高的 說銷量來講 每個星期的銷量 鄧麗君很厲害 那麼 但是眼淚為了你這首歌 就是 成為了中文行歌曲 龍虎榜的冠軍歌曲 當年入了十大的話 其實 留意一下你都是天蠶變 關正健的天蠶變 鄭少秋的楚流香 汪明川的張 白雲張 青鋒 這些 剛剛21歲的陳百強 就是在這群前輩裡面 就跑了出來 第一次 有歌進來 還已經十大 然後還不是這個 電視劇藍曲 很厲害 當時是有一個新人那麼清新 嚇死人 當時我們 電台啊 自己用綠音帶 是很容易的 是很瘋的 眼淚為你 陳百強在後期說 很少演繹這首歌 因為他每一次 都很自然 去流這個眼淚 但是他又 就是 他要用好真的感情去演繹 我也相信 所以 他說他 很怕唱這首歌 一唱又哭 80年 《賀彩》的電影 用了這個眼淚為你流出插曲 那麼 接著他就出了 第二隻 轉緝因為眼淚流太厲害了 所以他就不再流淚 一樣是這麼大賣的 之後他就 轉了去華納唱片 那麼 他因為 白代 沒有去報唱片的銷量給ifpi 所以就沒有了兩張的白金唱片 那麼這個就我們 當時就沒有留意這個情況 那麼 Danny仔寫歌的情況 就比較特別 他很喜歡把 那些 當時年輕人的 時代 默薄的節奏 放在那裏 比如說 眼淚為你流 不再流淚 都是 那些 晴晴踏踏大家聊天 亂人 大家聊天 那麼 然後 昨夜夢見你 就是朗誦一首歌詞 幾分鐘的約會 就是講地下鐵 那裏大家記得 地下鐵 不是 地下鐵風約會 幾分鐘約會 是的 那麼跟著就 他慢慢就有拍一些電影的 聚起做男主角 就喝采太西熱鮮 他永遠都是 張國榮在旁邊 然後就有演出過《輪流轉》 但是都是客傳的 大會堂 音樂廳 那天舉行了 他在11月 自己的第一個演唱會 我大致講一些 他的資料 然後華納的唱片 就出了 首章的《寄分中約會》 就是喝采 他第一次拿了白金唱片 當然那段時間 他全部劇紅到暈了 然後 就是被稱為 第一位 偶像級的藝人 青春偶像 那時候有點像是日本那些 八一年推出了 四張《寄分中約會》 所以我那年就進去 TVV 經常要宣傳他的歌 有料理 喝采 念親恩 第五張專輯 突破精選 突破那個 童年歌曲 這個就有點跟《寄分中約會》有關 因為 TVB就出了《突破》 電視劇 因為跟Danny有關 突破機構是告TVB的 於是大家談好了 就說算了 然後和解就是什麼 在《寄分中約會》 那個組織 和解 所以這件事 真的跟我的關 記得 當然 Danny仔那時候就很紅 他突然間 在我們的樂迷當中 突然間 彈了出來 成為了新一代的偶像 那麼 先跟大家討論一下 為什麼 Danny仔會 那麼紅 為什麼那麼厲害 可以突然爆出來 第一就是 外形 造型 大哥 他是一個超級英俊 你 無論如何 平衡的角度 看看 青亮白亮 真是 溫文耳雅的一個書生 很單純 很溫柔 他連說話都這麼溫柔 死不死 我真的 還沒感覺到 有人說他很粗魯 什麼東西 基本上任何人看到他都覺得他溫柔 抹發黨 即是女人才有 他不是他用男生 散發這種溫柔 厲害吧 加上他曾經讀書 我想他有點鬼鬼的味道 少少 就沒有那麼重 那麼 另外因為他 你想想他又彈琴 一個男生 彈電子琴 真的 真的沒得定 迷死殺人 所以女生 喜歡的白馬王子 不是喜歡的肌肉營 什麼東西 你看到 陳百強 就沒有了 外形 完全是 蓋住你 蓋住你 所以 他的外形 令到所有人 難以抗拒 再加上他唱歌 和彈琴 哇 真是 所有女人都死在他手上 另外一件事就是 說到他的歌聲 他的音域是很寬闊的 很漂亮 所以 你很容易感受到 他能夠把歌曲的 不同的層次表達出來 他的層次 很特別 是一些慢歌 很溫柔的 所以 你會聽到他唱得 很 溫柔的激動 然後 溫柔的質感充滿 他每一首歌 他每一首歌的歌詞 和每一首歌詞 所以 從分析入面去看 因為他也是唱一些比較 你聽到他的歌曲 他作的歌曲的吊字 是 接近廣東的小調 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 廣東小調 因為他有 他的音域比較寬 所以你聽起來是很舒服的 他每個層次都會引導出來 但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旋律是很密集 和很簡潔的 你給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是很磁性的 你看他 在喉嚨 噴的聲音出來 嘩 是很磁性 令人很容易陶醉 再加上他的外形 所以 我覺得他是用一些很簡潔的方法 去做音樂 你看到 不會很繁複的有很多樂器 加插進去 是非常簡單 所以就像 廣東小調 你清唱也可以 好像覺得他 所以 再加上 他獨特的聲線 令人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 Danny 他的唱功 他的表達方法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一直說是 像小調 他好像 是跟你去傾訴 他不是這樣唱歌 你唱歌有很多種不同 很繁複複雜的一大堆 他不是他很簡單 就好像在你耳邊跟你傾訴 所以這件事就是很容易打動人 因為 你不覺得他在唱歌 你覺得他在跟你說話 你覺得他在打動你 他的心在唱歌 所以 你就很容易消化 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被他感動 這個就是Danny 他的歌聲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好了 到了82年 突破精選 有涟漪 涟漪獲得了第五屆的中文 金曲 那麼 亦都是連以就是 奠定了他用一種新的 就是用假音去唱這些 廣東歌 那個年代真的是 沒有這些 那麼 82年他跟經理人譚國基 就 分開了 因為大家不是那麼愉快 然後他又再出 Kingsou的專輯 其中當然用 以前 比較懷舊的形式唱的 金銷多珍重 也很流行 於是乎又得到 第一屆十大勁歌金曲 獎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他穿的衣服 很廣告的 又很帥 有一個小朋友 於是乎 Pierre Caudan 我想有些人 熟悉 邀請了他過去 就在巴雷藝術中心表演 然後他又去過美國 再深掃音樂 83年就出了這個 《偏偏喜歡你》 當然也是很神曲 得到這個《十大金曲》中文獎 那麼 Kingsou的偏偏喜歡你 你想想那時候那兩張 都一樣超過了 25萬張 那時候是這樣的賣 後來張悠者 更恐怖 但是 那時候已經到了 25萬張 真是誇張 然後他就在83年9月 就開了兩場的個人演唱會 成為最早在紅館開演唱會的歌星之日 以前只有許冠傑、鄧麗君、林子祥、溫那、羅文 他們是開的 然後在84年又參加演出的《聖誕快樂》 那時候有麥家、徐少峰、張國榮 後來就出了 即是 在電影裏出了《等》那首歌 《等寂寞到野心》 一聽出來大家都會很記得 要解釋一件事就是 為何陳百強 其實在這個階段大家會覺得 他就停在那裡 即是他一爆就爆到很高 然後一停就停在那裡 一直停在那裡 他都很掙扎上去 但是無法再上 就停在一個高位 為什麼 其實用跟他一起出道的張國榮來比較就最好 即是 陳百強一出就 爆到很重要 第一男主角 立刻就拍電影什麼東西 旁邊的配角永遠都是張國榮 張國榮永遠都覺得這麼英俊 為什麼你不可以呢 就是因為有個陳百強 陳百強一看 男主角不用看了 即是 張國榮 他是什麼呢 他很多面化 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做配角 哈哈 你看到陳百強是做配角 就很奇怪 有 後來有做的 但是很奇怪的感覺 好了 你發覺陳百強跟有一個人很像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 蔡豐華 是啊他好像兩個都是非常偶像 一出就爆了 就是這樣 這種人他是 公外形 跟他的聲音 就已經是白馬王子 所以一出呢 人們就瘋狂了 喵了口哨 什麼東西 他們不rock 他們很單純的唱歌 但是那些歌永遠令你 印象深刻 正式是100%的偶像歌手 你看他的女生 沉醉 你看 迷蔡豐華迷到現在 幾多歲 一樣繼續支持他 就是這樣 Danny仔 無論他過世幾多年 一樣有一群人 是一直非常之癡迷的 他的歌 永遠都是這麼勁臭的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這種的偶像是很pure的 大家喜歡他就是 在人間好像 不食人間煙火的一個 白馬王子 他們就是這樣 當然兩個人的形象都有一點分別 但是 亦都是因為他們很pure的 太過偶像 他們的 發揮空間很狹窄 沒有什麼發揮空間 因為你一走出來就是主角 就是偶像 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做很多古靈精怪的其他東西 你看看張國榮 他很好玩的 可以唱很厲害很快的歌 是這麼瘋的 可以做賊 可以吸毒 可以做警察 亦都可以做 古裝片的傻書生 很多樣化變化 所以久了時間的時候 張國榮這些 就會慢慢彈起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以聽到他很多元化的東西 就是 令到其他人的感覺 不同 但是 Danny仔 啊 就是 炒風華 你會發覺 他到了那個位置 一直都是 左右左右 他不能再突破到 因為沒有新的東西出現 他只是新歌 但是也是那個形象 也是那個效果 都是這麼迷死人 但是 你沒有一種另類的走出來 就是張國榮是一種很貴的 你看張學友 突然間 他唱了一首歌 只要有一個好導演 就是 做這個烏鷹 其實 真的要加多一句 張學友是一個 被遺忘了 一個超級好的演員 張學友是一個超級好的演員 但是 我覺得沒有人去發掘了 非常 很厲害的一個方面 就是在這一方面 那麼 你看到 因為他的外形 再加上是唱歌的風格 連聲線 混在一起 變成了這個偶像 白馬王子的形象 所以他嚴重局限 到了某個層次 就上不了 因為沒有東西適合他 直接都是找他做這些 那你就 動不了 那麼這種偶像 紅得很快 因為一出來 大家看到 偶像 白馬王子 就是這樣 一砰就飛上去 那些人就瘋了 但是他永遠 就停留在那個層次 不動 有一個又是類近一點的 但是因為他 多一點演劇 後面的90年代之後的機會不同 那個就是 黎明 也有點類似 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就是那個形象 白馬王子的形象 就是這樣 很難你突然做別的東西要爆 很難很難 這種形象就很容易停留在一個層次 他很努力的 但其實都是那個層次左右 走來走去 女版的是誰 周圍敏 你都看到 就是 聽他的歌也看到他的樣子 也看到他的樣子 但是你叫他做其他事情 很難很難的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 韋家輝 神人的編劇創作人 就是把他搞出一個慳妹 其他人都搞不到了 經常都是他的形象 就是這樣 所以很厲害 搞到一個慳妹出來 真的很佩服韋家輝 搞到這個慳妹 你見 周圍敏 來來去去 你就試過 一人將他變成 Oliver Lutton John 諸如此類的事情 又做什麼 沒有女兒 沒有用啊 他搞不定 他就是那個形象 變不了 那麼 很容易去到頂 然後 就不動了 但是當你去到頂的時候 你不動了 其他人就湧上來了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張國榮 1983年風繼續吹 已經開始衝擊到 陳百強的地位 一到84年 出了Monica 很好 因為Monica是快樂 很好玩的 在disco那些 發瘋地唱的 就把廣東歌 帶到另一個境界 再加上一個梅艷芳 他也是 壞女孩 非常之舞台化的 很好看 很好聽的效果 那就沒有了 那就 將Danny仔這些 pure的形象 沒有改變的感覺 就慢慢 迫在一角 你出來的時候 都是有那麼多人 去支持他 但是你不會突然 爆到很多 但是沒有那種力 就是 Monica的力 很強 今半年他再推出 這個心愛著你 也是很成功的 然後86年 當我上棄 也是很成功的 但是 因為華納的時候 開始跟他的關係 很麻煩 破裂了 所以 連唱片都會用到 陳百強的照片 用很少的資源來宣傳 但是 但是 他雖然都是拿到 白金 當我上棄 但是 聲勢就開始回落 那麼 那麼 然後 87年 陳百強就有客串 就是這個 《秋天的童話》 那麼 你很奇怪的 他客串 那麼 他說什麼 不要 鍾索雄 那個角色 我不覺得 那麼適合 那個角色 他就是 一個 白馬王子 你說 他拋棄人 我們都不覺得 不是那種感覺 但是 票房成績 很好 但是 其實那個 最早 是 那個 算頭尺 真是 88年 神仙也移民 無聲聖有聲 冬亂 憑著專輯神仙也移民提 《煙雨淒迷》 獲得十大 中文歌曲 那麼 失落了 五年的十大勁歌金曲 《煙雨淒迷》也是很厲害的 1989年6月推出 《一生何求》 這也是一個 很大的突破 很厲害 但是他的突破 也是在他的關關的突破 我覺得很老實 他也是唱得那麼多 八把王子那一首 很正正經經的 那麼兩個星期 銷量達到三百金 很厲害 那麼 接著又成為了 義不容情 的朱禮曲 那麼 又囊括了很多獎項 1990年開始淡出這個 班上電禮 那麼 說什麼退休 就是 就是 留意到他就一直是 沒有太大的特色的變化 就是沒有什麼突破 就是偶像就是這樣 永遠空而令地人陶醉 陶醉 但是就很難 多元化 就是 那個發展 使得市場 更突充得更大 那麼1992年就是出事那一年 我有些朋友 直接認識他的 所以當然知道有些 內幕消息 那麼他應該是有 用藥的習慣 那麼 他平時 應該是 我猜 我猜 因為我 他應該是有吃一些 類近大麻的 興奮劑 我想他作曲的時候他需要 需要一個 刺激到他 某一個境界 那麼我想他是 吃了一些藥 然後再加上大麻的效果 那麼因為 因為 其實他平時呢 他都已經有時是進入一個比較 高級的狀態 我有些朋友認識他就是這樣 就是他平時在家中他會進入一個很高級的狀態 就是 他有 吃 就是一些 就是 遺禁品 就是這樣說 少少 那麼 令他進入一個這樣的境界 但是問題是因為他的形象 就已經限制了 所以他能夠發揮的空間 已經發揮了 那麼你很難再對他 還有你那個年紀越來越大 你再要做一個 年少的白馬王子已經是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就 變了他 越是大 越是難有 突破 但是你舊的又好 令人很壞 那麼 終於他就在那天 就是 陳佳英就接了電話 就說他 昏迷 那麼跟著呢 就趕到他家的時候 最後就去通知這個醫院 因為 其實都 遲了 就 進了醫院 就一直都昏迷 搶救 那麼去到5月18、89號就曾經的心臟 停頓了三次 那麼23號就有些 影迷 歌迷有2000個 就接紙喝 幸星送給他 就終於捱到他93年10月25號就正式 就是過世 於世長子 那麼我認為 就是當然 陳佳英就絕對是香港一個天王級的 就是年輕歌手 就是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93年的6月30日 香港人剛剛失去了Beyond的皇家區 到了10月25號又失去了陳伯強 所以真的是對當時的樂壇 歌迷來說是一個很痛很痛的 他們兩個完全是兩種的形象 但是都是很多年輕人的偶像 那麼連續失去了兩個很才華橫逸的歌手 當然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損失 那麼 陳伯強留下給人的回憶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他的紫色 你知道男人要駕馭紫色真的很難 陳伯強就可以了 因為他是一個偶像 很普通的偶像 那麼 大家記得 86年的刑亡 他就是 用紫色的背景 那麼 所以 有些人都會記得 楊千華的時候 都說因為這次唱片 他就自己去染了紫色的頭髮 那麼你可以看到偶像的影響力很誇張 然後曾經試過搞過 在1991年 紫色 的個體演唱會 那麼他一生人都是一個比較情緒化的人 所以其實他認為他自己就不適合在藥圈發展 那麼你很年輕的時候做那些偶像的電影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 氣露比較狹窄 那麼 梅遠芳每一次看到 陳伯強都很想保護他 因為他就是 一個這樣 令人有這個衝動的感覺的一個男生 那麼 法哥 周元發就說他是一個 弱小心靈的小朋友 應該要受到保護和愛護 好了 那麼我記得我在北京住了幾年 去到後期 突然間有一次 北京有一間公司 就買了這個 賀彩 英王 拿了一個版權 應該 就是數碼收復版的版權 在內地播 那間公司 優先詳請我去做嘉賓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有寫影評 而且是 電影公司的幕後很喜歡看我的影評 所以他特地叫我這個影評人 以這個影評人的身份 有一個香港人 其實我看過了 重新再看 但是當然了 好多年了 那麼 看看 年輕的張國榮 鍾保羅 氣質 真的不行 給不上這個 陳伯強的氣質 再加上 當時 很 很純潔 很純真的 另外一位 我們今天的雍律師 雍正貞小姐 她是第一部電影 在這個喝彩製作為女主角 所以你會覺得很棒很棒很棒 白馬王主有白雪公主 真是單純到不得了的感覺 哇 所以我覺得 Danny 陳伯強永遠在我印象 他是一個令人陶醉的 白馬 博子 希望你也會喜歡 Danny 陳伯強 每一次講一下他 我一會兒要聽他兩首歌 才能撐得住 因為 你要懷免這個陳伯強 就要把你自己陶醉入去的歌聲 希望你喜歡 陳伯強 記得點贊訂閱 拜拜